主席 两个多月前 马英九 大张旗鼓的 要推动所谓的MIT 微笑标章 甚至马英九 曾经在七月份的时候 也对这些 传产业者 来做出承诺 他说三个月内 全台湾要拓展 一万家的MIT 门市 我们想请问马英九先生 你七月份讲的 转眼间三个月的期限 已经快到了 到目前为止 你的一万家MIT 门市到底在哪里 马英九说过的话 从来不需要兑现他的证件 唯独他对中国的承诺 是必须 日积月累 甚至非常快的脚步 要来推动达成 所以今天在签订ECFA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担心的现象 要讲黑心的食品 黑心的商品 这个例子 真的是举不完 我们根据很多的报道看到 大家每天 煮菜要吃的这个酱油 中国大陆用什么来做 用色素 用香精 再加防腐剂 调一调 就变成了 大家每天煮菜要用的酱油 每天刷牙要用的牙膏 用什么做 用二干醇 什么叫做二干醇 二干醇就是汽车工业用的抗冻剂 中国大陆用二干醇 来充当高醇度的甘油 蚕丝背 它可以做很多标签 让你随便挑 看你要挑你的这个mark 是在中国大陆制造 还是在美国制造 还是在台湾制造 你所谓的蚕丝背 里面的填充物 是一大堆不明的物质来源 我们想请问大家 这么多这么多的黑心商品 全面的清台 你用的安心 吃的安心吗 假如没有任何的节制 所有的原物料 从台湾进去 在大陆 不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加工制造 再倾销到台湾来 人民的生命财产 要如何受到保障呢 而马英九所承诺 要解决的这些问题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项解决 一万家的MIT门市 到目前不见踪影 马英九承诺三个月 要解决标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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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它的代表纪标签的问题